滨江省昌武市大佬赵孝生的发家史,堪称一部黑血传奇。 早年间,他只是国营琼崖矿业的一个治安办主任,因为是接连两起矿难真相的知情人,所以相关利益人士给了他一笔极大的封口费。 按照他自己说的,这笔钱多得让人无法拒绝。 赵孝生后来能够收购琼崖矿业,创办铁石矿业集团,成为昌武市的首富,这第一桶金起了决定性作用。 当然第一桶金指的并不是这笔钱,而是给赵孝生钱的人。 作为一条绳上的蚂蚱,赵孝生非常聪明地将自己与这些人牢牢地捆绑到了一起。 多年以后,赵孝生将自己经营的这种人脉,做了巧妙的排列组合,刚好拼成了一副扑克牌。 54张牌,他依据这些人身份地位,重要程度的差异,一一对应了不同的单牌。 就譬如黑陶俊这张牌,代表的就是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李伯东。 说起来,赵孝生这个人还是颇有些情怀和小癖好的。 为了守护好自己这副安身立命的扑克牌,他购置了54部一模一样的牢款手机,放在自己的私人办公桌里。 每部手机都贴上了相应的扑克牌,单牌对单人。 抽屉一拉开,真是满满的仪式感。 除此之外,赵孝生还悄悄建了一个赵家祠堂。 在这个祠堂里,他立了一把巨大的伞,伞下面挂了54盘箱,每盘箱的中间吊着一个盒子。 每个盒子里都放着一张印了关系人照片的扑克牌。 赵孝生对于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这柄保护伞,重视至极,每天都为这些人烧香祈祷。 可以说谁拿到了他的这副牌,就等于找到了他的死穴。 所以长期以来,这个赵家祠堂除了他之外,没人进去过,就连他的四个儿子都不例外。 赵孝生一共有四个儿子,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,皆是同父异母。 老大赵鹏展,擅使阴谋诡计,心狠手辣且贪财,不幸的是双腿残疾,还没有生育能力。 老二赵鹏成,能大意灭亲,因亲母的不幸遭遇,长期搜集赵家的犯罪证据,与赵孝生势不两立。 老三赵鹏祥,一冲动,豪实武力,自我感觉良好。 手下养了许多打手,多经营灰色产业。 老四赵鹏超,职业律师,常年在澳洲帮黑帮打官司,表面看起来彬彬有礼,实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狠角色。 面对个性如此鲜明的四个儿子,赵孝生毫无意外地得了选择恐惧症。 为了尽快确定赵家的下一代接班人,赵孝生还特地将老四赵鹏超从澳洲召了回来。 可是还没等赵家的四个儿子共聚一堂,老二赵鹏成就率先选择了主动退出。 赵鹏成证据收集完毕后,让赵孝生主动去自首。 得知此事的老大赵鹏展,悄悄有了自己的打算。 赵鹏展将老二赵鹏成约到了老三赵鹏祥的游艇上,名义上是会谈,实际他是想一举炸死赵鹏成和赵鹏祥。 因为只要老二和老三都走了,那么赵家的当家人就铁定是他了。 至于老四赵鹏超,在赵鹏展看来,那就是一个书呆子,不值一提。 结果就是赵鹏展看不上的这个赵鹏超,让赵鹏展的计划功亏一篑。 在赵鹏超的干预下,老三赵鹏祥因汽车故障迟到逃过一劫。 受了极大刺激的赵鹏祥赶回家中,将赵鹏成被炸死的消息告知了赵孝生。 赵孝生一听,伤心欲绝,历时就晕死过去。 被送到医院的赵孝生不久后就醒了过来,但在他的受益下,三个儿子得到的消息是,他成为了职务人,很可能再也无法醒过来。 赵孝生之所以要这样做,他就是想要试探,没有了他,三个儿子谁能脱颖而出。 至于赵孝生那时是真的晕倒,还是假的晕倒,那就只有他自己清楚了。 赵鹏祭和赵鹏祥看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赵孝生,对于主治医生的话,深信不疑。 然而,赵鹏超却对赵孝生的状态表示了质疑。 打发走赵鹏祭和赵鹏祥后,赵鹏超私下找到主治医生,用威逼利诱的办法,获得了赵孝生的真实情况。 得知赵孝生的情况良好之后,赵鹏超没有点破,直接就将赵孝生从医院接回家治疗。 赵孝生回到家后,也没有主动苏醒,还是装成植物人,以旁观者的角度观看,三子夺敌。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老四赵鹏超此举,直接惹怒了老大赵鹏祭和老三赵鹏祥。 冲动的赵鹏祥第二天带着猪多打兽,就要武力夺回赵孝生。 结果是伴猪吃老虎的赵鹏超,让赵鹏祥的手下当众反水,赵鹏祥当场差点被气死。 随后赵鹏祭也很快被赵鹏超收服,原因很要命赵鹏超知道老二赵鹏成的死亡真相,且赵鹏祭最信任的打手丧牛,是赵鹏超的人。 赵孝生导演的三子夺敌,最终以赵鹏超的完胜告终。 就这个结果而言,赵孝生早就猜到了,只是令他吃惊的是赵鹏超成府之身,获胜速度之快,远超他的预计。 既然戏看完了,那么再装职务人也就没有了意义。 于是乎,赵孝生苏醒了。 醒来后的赵孝生办的第一件事,就是当着三个儿子的面,将大全交给了老四赵鹏超。 赵鹏超很是聪明,他让老大赵鹏展做公司董事长,老三赵鹏祥做总经理。 而他呢?身居幕后,只挂名了公司的法律顾问。 赵鹏超为何会这样做呢?原因有三。 其一,他有一个当常务副市长的妈。 作为官员的子女,他是不能经商的。 其二,他深知要将赵家洗白,兄弟间的团结至关重要, 而且这也是赵孝生愿于看到的。 其三,倘若他的计划失败了,也能全身而退。 作为父亲,赵孝生对于赵鹏超的这波操作非常心累。 对于赵鹏超想要对公司做怎样的改变,赵孝生都是看着,听着,任由他发挥。 赵鹏超的动作很大,在他的强力推进下,赵鹏翔和赵鹏展被迫关闭了旗下经营的赌场等违法产业。 接下来,赵鹏超更是将赵孝生一手创立的铁石矿业集团,改制成为了四海集团。 为了安置好赵家的诸多大手,赵鹏超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,让那些没有案底的大手成为正式员工。 总而言之,赵鹏超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赵家洗白。 这通操作之后,公司的关键位置几乎都成了老四赵鹏超的人,老大赵鹏展和老三赵鹏翔,自然也就被架空了。 随着赵鹏超在公司的威望越来越高,赵孝生的位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威胁。 然而赵孝生并不怕,他依旧稳坐钓鱼台,因为他知道赵鹏超不敢动他。 赵孝生的这个底气,就是他手上握住的五十四张牌。 只要这副牌还掌握在他的手上,那么无论赵鹏超有多大的能力,都跳不出他的五指衫。 赵鹏超也深知赵家能够这么多年在昌武为非作胆,靠的就是上面有人。 警察常征经过多年的调查,高度怀疑父亲常飞之死,就是赵家杀人灭口。 为了抓到赵家犯罪的证据,常征可以说什么招都用尽了。 他曾经使用苦肉剂,故意犯错下放到派出所,接近老三赵鹏翔,并获得了赵鹏翔的信任。 赵鹏翔因为抢地盘,一言不合就动手打死了经营海鲜市场的夏宗海。 常征悄悄拿到证据后,就把赵鹏翔骗到了刑侦大队。 在赵鹏翔完全不可置信的表情中,常征为其戴上了手铐。 面对铁证,赵鹏翔并不紧张,因为他清楚赵家在昌武的能量。 没有意外,几天后,赵鹏翔就被无罪释放,理由是真凶头暗自首了。 如此猖狂的赵家没有将常征击到,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与赵家死磕到底的斗志。 针对如此反赵的常征,赵孝生认为这个人不能留。 但赵鹏翔却有不同的想法,他想要收服常征。 赵孝生为了表示对赵鹏翔的支持,将黑陶骏李伯东这条线交了出来。 李伯东是张秋风的上司,张秋风又是常征的上司。 有了这两层的压力,常征就算是孙猴子都翻不起多大的浪来。 不过很显然,赵鹏翔对于赵孝生只给他这一张牌是不满意的,他想要的是一整副牌。 赵孝生也清楚赵鹏翔的野心,但他为了自身安全着想,就算是儿子也要留后手。 总的来说,赵鹏翔想要实现自己的洗白计划,光是内部的利益分配,就够他喝一壶的。 况且老大赵鹏翔和老三赵鹏翔,也一定不会安心屈服于赵鹏翔之下,他们会随时给赵鹏翔添麻烦。 赵孝生曾在赵鹏翔面前骄傲地说,自己的这54张牌指认他。 结果赵鹏翔分分钟打了赵孝生的脸,在没有赵孝生的介绍下,赵鹏翔用自己的办法, 成功收服了李伯东。 由此可见,赵孝生组成的这一副牌,只是他的一厢情愿。 赵鹏翔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,为此他选择了一个超高难度的项目收服长征。 长征对于正义的坚持,就算赵鹏翔用近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各种手段,都是无法撼动的。 更何况,长征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以颜国华为首的省厅专案组,其实早就盯上了赵孝生家族以及他背后的保护伞。 就目前来看,赵孝生有一张大牌是分局局长萧振邦,长征最信任的领导。 但专案组也不差,赵家的管家唐绍文,就是颜国华插入敌人内部的利润。 而且从剧情分析,长征的上司张秋风的身份并不简单,他除了是赵孝生五十四张牌中的一位,更是一个经得住考验的警察。 总的来说,这部《罚罪》中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相当精彩,如果你还没有看过,千万不要错过了。